最後一次上課是那個Stateless的目錄部分 有一點問題 不過其實最後發現了乾脆你這個部分就是乾脆參考什麼 參考那個雲端上面我會把最後那一行加上去 其實那一行加上去之後的話應該就ok 所以那一行乾脆你就不要自己去做修改 你乾脆就是用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有時候比較保險 那那個部分的話我是把它放在哪個地方在這裡 OK 第2-2這邊 那那一行程式的話就可以 告訴那個Jungle 跟他講說我的那個目錄放在 什麼地方 Templates 上禮拜 上次上課講到的 那主要這個地方我們是Hello3 Hello4 Hello4主要是前面要加上什麼加上一個圖 這個地方 那圖的部分的話呢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要讓他知道說你在一個State 就是 靜態的資料夾Static靜態的資料夾裡面有個子資料夾Image 4 然後我有放了一個圖喔你要幫我把這個圖呢顯示在這一個前面喔 大概就是這個動作而已 那以前呢如果你是HTML網頁裡面很簡單插一個圖檔他就顯示了 可是今天Jungle他是動態他是程式產生的 所以呢你要用程式的方法解決最重要就是底下這一行 也就是你要把這一行 複製貼上去 那記得貼到哪裡貼到這個的下面 基本上就是下面這個地方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全部背起來恐怕這個也是有點問題啦因為像這麼長的程式要全部打對 沒有錯誤的話 尤其是什麼地方呢像這種斗點 斗點的位置喔你斗在外面跟斗在裡面就是不一樣 不如乾脆以後像這種東西 一律就把它放雲端上面 拿來複製貼好了 今天的話呢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CSS 比如說我今天要產生一些比較特殊的效果類似像這樣子 歡迎光臨我希望把它那個 底色啦或者是前面顏色做變更 那那個HTML語法裡面是有 可以修改 顏色的部分可是太陽春了 所以如果像網頁上面你需要做一些 樣式上面的變更的話你一定要了解CSS 如果你不會CSS你就沒辦法去做一些格式設定 就是有點像Word裡面你要做格式 不過Word裡面很簡單因為它本身就有那些功能 就選取設定 但是呢在網頁裡面不一樣喔 網頁裡面那個樣式你要第一個 自己要先定義好 產生一個什麼呢 CSS檔 所以後面我們會 產生一個什麼什麼點CSS 放在你的Static的目錄的下面 Image的上面有一個CSS資料夾 那這個CSS要怎麼產生呢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文件檔 只是說那個文件檔 我是建議啦當然你要自己打也沒關係啦 可是問題啊像這個 CSS檔的話 他 如果說你要自己打那個CSS其實相當的麻煩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Dreamweaver這個軟體 來建議就OK 因為他裡面的話比較圖形化 你就不需要打指令啦 當然坊間書籍是要叫你打指令 反正呢你要一個一個類別 你要點 類別名稱 然後呢裡面的話要設定什麼格式 那你要通通要熟悉喔 不然你會做不出來 不過說真的那些要背起來很辛苦 老不如什麼用工具 因為工具你設定好 程式就自動產生 有點像什麼程式產 CSS產生器 那CSS產生器 或許網路上應該有類似這種小程式 不過 我的習慣 就直接用Dreamweaver來做 那個Dreamweaver軟體 因為那個板 再貼到應該要貼的位置就可以了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 我也不反對啦 不過我後來發現 自己打得太辛苦 因為很多東西 自己全部打出來 哇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很多還是要利用工具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個 先把那個Dreamweaver打開來 開一個新的 新的 頁面好了 新的頁面 建立一下 然後呢 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這邊 CSS樣式 那這個樣式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待會再來講 假設我今天要針對 我們 看到的這個 剛剛看到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做一些樣式上的變更的話 其實就類似長這樣 反正你就主要是利用 Dreamweaver Dreamweaver幫我產生 CSS 然後幫我放到 這個 Python裡面 這個地方 大概 步驟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我們會需要有一個 Dreamweaver軟體 然後產生 CSS 再套用到 網頁上面 產生的效果 反正就是讓他變得 彩色一點 就對了 至於要變 怎麼樣變彩色 當然你要在 CSS裡面 設定好 所以呢首先 要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看 那個上次上課的東西 球一定要出現就對了 要出現 關鍵點 其實 真的就是在那一行 所以未來也許你就把這一行給貼上就可以了 而且真的 少一個豆點都不行 像之前我是忘了 忘了打一個豆點 你把它save 你一般那個球就 不見了 RUN一下 也許這個球 他就消失了 反正就差一個豆點 或差一個什麼東西都不行 所以有預防 可能要預防這種問題 乾脆你就把那一段程式 自己從那個雲端上貼上 他就會認得 在我們的Jungle底下 就有個Static的目錄 OK這個目錄的話 那裡面也許我們就放了 有那個 Images 他就會找到這個圖檔 那今天接下來我們就是在 那個Static 裡面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Furder Furder的名稱也許就 資料夾名稱叫做 CSS 也許就是CSS 那可是問題這個資料夾裡面 目前沒有任何CSS 那我 需要 產生CSS檔 並且再把它加進來 那個CSS檔裡面的話呢 會有很多類別 這個類別就是要 能夠格式 那個我們的 那些字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看到效果 就是跟之前要不一樣 之前是陽春的 黑黑黑色黑色 然後沒有底色沒有斜線 一些樣式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 這個 完成結果大家 反正就是也許把 這個我是把它改成什麼 微軟正黑體吧 然後呢把它改成 斜體底線 反正就是你自己 加個底色 黃色 反正變不一樣的顏色 OK然後呢 後面這個也是一樣 反正把這四個 這四個部分呢把它變一個顏色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們需要 CSS 那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把那個 均衛軟體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當然我們可以 開啟一個新的網頁啦 不過 我是建議呢 在建一個網頁之前 最好先建一個網站 不然的話你會到時候會找不到那個CSS檔 那網站的話 但第一個 請你先把它放在 在桌面上比較好找 桌面